中暴力集团恶行画面曝光 两辆车随意停在大马路上 几名男子下车后手持铁铲或球棒 就朝临停路旁的白色轿车狂砸 造成车窗破损 车体严重损毁 不仅如此居然还跑到被害人的住家 丢鸡蛋燃放鞭炮 还准备了一大包名纸随意的乱撒 意图要触人眉头 台中风原分局接获报案 双方因为买卖中古车友纠纷 林姓主嫌花了10万元买车 但事后发现和被害人所说的 没有整修是原厂车的说法有出入 才会教唆四名同伙 前往卖家和介绍人的住处搞破坏 卖家在心生畏惧情况下 被迫再给3万元作为补偿 但日常生活依旧是不堪其扰 警方获报后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 执行减速活动 具体林姓主嫌和成员一共5个人 全案以恐吓毁损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台中递检侦办 警方强调为了进化选前治安 防治帮派及暴力介入选举 同步进行扫黑行动专案 期盼能够有效地遏止各类犯罪发生